马云的创业经历告诉你,没钱,想尽办法都要创业。 很多人不能明白未来对自己的意义和机会,也很难理解坚持对自己未来的意义,但我们必须明白未来一定会有人因为你的想法而成功。 很多人只是想了一想而已,而有的人却是在真正地坚持地做。 在一个聪明人满街乱窜年代,喜缺的恰恰不是聪明,而是一心一意,孤注一掷,一条心,一根筋。 不要等到明天,明天太遥远,今天就行动。 傻瓜用嘴讲话,聪明的人用脑袋讲话,智慧的人用心讲话。 为了维持翻译社的生存,马云开始贩卖内衣、礼品、医药等等小商品,跟许许多多的业务员一样四处推销,受尽了屈辱,受尽了白眼。 整整三年,翻译社就靠着马云推销这些杂货来维持生存。 1995年,翻译社开始实现盈利。 想要了解更多赚钱方法。 在你经历过风吹雨打之后,也许会伤痕累累,但是当雨后的第一缕阳光投射到你那苍白,憔悴的脸庞时, 你应该欣喜若狂,并不是因为阳光的温暖,而是在苦了心智,劳了筋骨,饿了体肤之后,你依然站立在前进的路上,其实你现在在哪里,并不是那么重要。 只要你有一颗永远相上的心,你终究会找到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方向,今天很残酷,明天更残酷,后天很美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